男人做梦也没想到 前世的自己身为上古龙王 死后居然转生成为了一个农民 还受了一条菜花蛇作为后宫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自从男主多兰遭遇人类背叛被杀死后 不料死神却拒绝让他退休 直接把他打包成人类婴儿 扔进了一个小山村 转生后的人类家庭还算和睦 标配贤惠爹妈外加一个哥哥 别看他前世是个龙 这辈子也是个干农活的好手 每天起早贪黑在田里挥汗如雨 虽然心里可能有一丝丝龙的骄傲 但多兰还是低调做人 扮演着一个普通村民的角色 努力隐瞒着自己 随时能一口龙溪喷飞整个村庄的事实 转眼间多兰就长大成人 按照村里的习俗15岁就算成年 于是多兰开始了独立生活 就这样又是一年过去 这天多兰和他哥哥 一边哺鱼一边聊村里的八卦 得知村子附近的沼泽出大蛇 蜥蜴人突然集体失踪 村子里人心惶惶 这群蜥蜴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茶 如今神秘消失 这是肯定没那么简单 于是多兰决定自告奋勇去调查真相 看到哥哥有些担心 其实多兰心里有底 毕竟龙的记忆和力量还在 不过这隐藏技能总得偶尔展示一下 之前在魔法课上 他的魔法导师让他展示一下最近的学习成果 多兰一出手就是王炸 一道能量光束 直接把训练场的假人轰成了渣渣 导师看了之后表示相当满意 不过在治疗魔法方面 多兰却表现得不尽人意 看来在打怪升级的路上还得再修炼一下 临出发前一晚 多兰父母为其践行 对于儿子第一次单独出任务 父母表现得很是担忧 不过既然已经成年就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父母除了默默支持也别无他说 领了父母还不忘催婚 多兰也还想多享受两年单身生活 唯有给拒绝了 殊不知他马上就要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第二天一大早 村子里的人纷纷为多兰送行 搞得像他要去打最终boss似的 魔法导师却告诉他自己在占卜中看到了不好的事情 叮嘱他多多小心 然而多兰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到了沼泽 事情果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多兰一进入就感受到一股不对劲的气息 地元素在增强 而水元素在衰退 按理说蜥蜴人是应该早就卷铺盖走人了 但问题是为啥突然走得这么急 就在多兰努力思考的时候 一阵沙沙声打破了宁静 如此恶劣的环境居然还能在此活动 应该是个强大的魔物 多兰二话不说拔出大宝剑准备应战 不料定睛一看却是愣住了 蛇女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美丽 性格居然还有点呆萌 当蛇女得知多兰是孤身一人前来时 不由地露出了吃笑 于是她试图用妈妈教的魅惑术来对付多兰 可惜法术失误 直接变成了搞笑特效 把多兰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边表演刚刚结束 突然天降一个大女人 关键时刻多兰英雄救美刷了一波好感 蛇女刚想问多兰这是什么鬼 多兰却让她闭嘴并指了指她露在外面的尾巴 原来这是发疯版的大地精灵 由于此场异常 所以恐怕一时半会也无法恢复正常 下一秒多兰画风一转问蛇女会不会魔法 蛇女表示会虽然是会 但并不会攻击魔法 不过她愿意和多兰联手对抗这个怪物 为了不让自己的队友挂掉 多兰决定全力以赴 她一边用魔法对付大地精灵 一边还得照顾蛇女这个战斗力有点不稳定的萌兴 在多兰的掩护下 蛇女也拼尽全力召唤出了一条巨蛇 死死束缚住了大地精灵 为多兰的进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而多兰关键时刻也没掉链子 赶在蛇女魔力耗尽之前 作弊使出了龙之力 随着大地精灵被劈成了两半 蛇女也变成了尼远 甚至连嘴巴里都是尼巴 为了不让场面那么尴尬 多兰做起了自我介绍 同时得知蛇女名叫塞丽娜 在多兰看来 塞丽娜虽然打架技术差点意思 但是勇气还是相当可嘉的 当晚多兰给塞丽娜做了暖身汤 同时也问起了塞丽娜的身世 正常来说蛇妖会对人类十分警惕 而这一代也没有蛇妖部落 塞丽娜孤身寡人的怎么会待在这里 于是塞丽娜向多兰解释了自己家族的风俗 这一解释不要紧 差点把多兰笑怕 原来蛇妖家族的每个女孩到17岁的时候 都得出去找个伴侣 还得是外族的 最搞笑的是她们还带毒 找对象简直是个送命题 不但得肉身强大还得毒不死才行 否则在轻轻和制造小孩的过程中 就会一不小心中毒身亡 对此多兰觉得做蛇也不容易啊 并在心里为她默默祈祷 希望她能找到那个不怕死的真命天子 第二天两人决定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 之后俩人握手道别 多兰突然想到听闻蛇妖喜欢精气 便想着顺便送她一点 没想到这份大礼差点把她送走 原来多兰的龙族能量过于强大 塞琳娜的小身板根本承受不住 虽然差点闹出蛇命 但两人却感觉更加亲近起来 最后多兰邀请塞琳娜有机会去村子里找她 这段奇遇也为她们的未来埋下了伏笔 只是多兰怎么也没想到重逢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之后的几天多兰如往常一样上魔法课和进行武术训练 只不过这天在训练场上多兰却突然嗅到了魔物的气息 多兰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则半夜偷偷前来调查 不料还真让自己给猜对了 面前的居然是老熟人菜花蛇 塞琳娜一时惊慌失措直接打翻了热水 关键时刻多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不过多兰这小子不讲武德 无视塞琳娜羞红的小脸 反倒表示追求美的事物是人类的本能 所以自己挪不开眼睛是正常的 不出意外下一秒就吃了个大逼兜 原来塞琳娜本打算一路向南去寻找伴侣 殊不知每次好不容易遇到人类高质量男性 鼓足勇气前去打招呼的结果都是对方落荒而逃 毕竟长得好看是一回事 下半身是条蛇又是另一回事 备受打击的塞琳娜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 不怕自己的男人大概只有多兰一个了 于是便找了过来 文言多兰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虽然塞琳娜很想在村子里住下来 毕竟这样以后就能天天吃到多兰的惊喜 不过如何让村民们接受和蛇妖一起生活 这恐怕很强人所难 多兰却拍胸脯表示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一切自有安排 很快村里的护卫队就发现了蛇妖出没的痕迹 然而奇怪的却是蛇妖并没有伤人的意图 反倒是接连三天都送来每位的鲑鱼 护卫队长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表示要赶紧组织人马 尽快将蛇妖缴获以免夜长梦多 不料这一提议却遭到了魔法导师的反对 先不说对方每天送礼物过来表现得很有诚意 更别说根据自己的占卜来看 此时出现居然是个急兆 静观其变才是上策 原来这就是让村民接受塞丽娜的第一步计划 那就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灵感来源村里的亚人牛小姐 她每天都会为村民提供免费的新鲜牛奶 喝过她奶的人都赞不绝口 当然也包括多兰本人 随着第一步计划的顺利进行 多兰觉得是时候进行下一步 时间转眼来到第二天 护卫队长已经集结好人马准备加强巡逻 各个都是顶尖高手 其中包括护卫队长和副队长 还有神官战士 不过再厉害今天也只能当多兰的工具人 万事俱备只差塞丽娜 原来第二步计划是美女就英雄 待会多兰就会故意闯入贯兔的潮雪 装作盈弱不堪的样子等待塞丽娜的救援 此举必定会刷一大波好感 到时候进村居住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然而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一个小兵突然跑过来通风报信 说魔物出现了 多兰也是一愣 说好的等通知在行动呢 藏在暗处的塞丽娜同样一脸懵圈 没听说这边还有其他蛇妖啊 村民们吓得坐鸟受散 慌乱中护卫队长的儿子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 眼看就要遭殃 多兰心意横冒着暴露真身的风险扑了过去 不料此时却被一个身影抢先了一步 村民们震惊了 这还是传说中的蛇妖吗 然而这还不算完 随后塞丽娜又发动魔眼 直接将魔物吓退 下一秒凯雄就像吃丧家之犬逃命去了 就在村民们感动之余 护卫队长却不为所动 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 他势必要将蛇妖赶出村子 文言塞丽娜忍着剧痛跪了下来 他表示自己的爸爸也是人类 所以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类 另外他恳请大家让自己在村子里住下来 因为他再也不想过孤零零的生活了 然而还没等众人给出反应 神官却突然脸色一变 同时身上也出现了一道圣光 原来刚刚大地母神降下了神域 眼前的蛇妖并非邪恶的存在 虽然与人类不同 但也是大地上生存的生命 母神希望大家能和平共存 随后神官凑近塞丽娜 仔细观察之下又被感动到了 原来塞丽娜担心人类会害怕自己的魔眼 所以刚刚一直紧闭着双眼 就这样塞丽娜终于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甚至为了欢迎她的入主 村民们还连夜为她建了一所房子 虽然略微简陋 但塞丽娜却高兴地仿佛上了天 女神怎么也没料到 她的那位不死不灭的龙神好友 居然偷偷转生成人类 而且竟然是瞒着她进行的 这可是人类啊 不仅力量有限 寿命还短得可怜 然而更让她惊讶的是 这位转世人类的朋友 竟然还保留着神龙的力量 刚一转世她身上就散发出淡淡的白光 紧接着灵魂出窍划过天际 以2.5光年的速度冲出云层 此时她巨大的神龙之身显现无疑 原来她早就察觉到女神的关注 于是决定来神界一回 女神看到她显然对人类的生活非常满意 内心既高兴又欣慰 要知道这位龙神老友生前 对活着一度感到厌倦 就算被勇者杀死的瞬间 也没感到恐惧 反而觉得解脱 所以这一生 她并非死于勇者之手 而是选择了死亡 然而转身为人类之后 她开始竭尽全力地活每一天 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感慨万千之下 她对女神表达了感谢 并疑惑地问起是否是女神故意降下神域 果然女神早已洞悉她的转生之举 并特别赐下神域帮助她 让神官认定塞丽娜是友善之魔物 正因如此塞丽娜才得以安然住进人类村庄 不过人类村庄并非只是打打杀杀 还充满了人情世补 恰好那一天 见识蒂娜来到了村庄 刚到就挑战了最强骑士 并在鄙视中轻松挑飞了对方的武器 获得了村民们的赞赏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关注 让蒂娜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她性格内敛举止优雅 村民们都不好意思邀请她喝一杯 而她自己也矜持地不愿开口 于是在大家喝酒聚会时 蒂娜只好在夜里独自练剑 这时心地善良的塞丽娜看出了蒂娜的落寞 马上热情邀请她到自己新家看看 开心地展示村民们特意准备的房子 和她心爱的蛇妖专用床 面对塞丽娜的热情 蒂娜更显拘束 幸亏多兰在旁帮腔 才让蒂娜终于吐露了心声 塞丽娜听完后开解她道 这村里每个人都很随和 比如巴兰 她可是有位让她无比骄傲的奶牛老婆 一到喝酒时 巴兰总喜欢跟人比谁更能喝呢 蒂娜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巴兰其实是在邀请自己一起喝奶 终于她放下拘束 主动提出要和村民们一起融入这个集体的温暖 渐渐地蒂娜适应了村子的生活 不仅和巴兰成了挚友 还陪她一起喝奶豆酒 连巴兰都甘拜下风 村民们也对她刮目相看 蒂娜甚至将自己和塞丽娜的奇妙故事写成信 寄给了魔法学院的院长 让更多人了解人与蛇妖的共存之美 然而不久后 帝都里出现了妇女儿童失踪的消息 蒂娜在村庄生活的事也成了贵族们的热门话题 虽然村庄的共存故事备受称赞 但仍有不少人质疑蛇妖是否适合在人类中生活 再加上失踪事件频发 有人怀疑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尽管神域早已降下平安的指示 但有人认为还是应该调查清楚 立刻派人去带走塞丽娜 彼时三人正在田里种土豆 塞丽娜一把种下三颗 蒂娜则用拳头挖坑 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就在这时卫兵来招 三人来到村口 村长却突然将蒂娜拉开 紧接着士兵们就团团围住塞丽娜 不容分说地准备带走她 多兰剑状立即挡在了塞丽娜面前 质疑为何神明都已经降下神域 士兵们还要带人 领主冷冷地回应道 神域虽有 但要在亡国生活 还得经过他们的调查 巴兰剑情势无法挽回 只得主动请求跟随塞丽娜一起前往 领主带着冷笑称她仁义为名 随即将二人一同带走 眼见有人被带走 蒂娜心急如焚 当即施展魔法加强自己的速度 决心前往帝都为他们求情 就在审判的途中 多兰看到不安的塞丽娜 终于出手 多兰怎么也没想到 她前世可是叱咤风云的神龙 重生后只想过个与世无争的小日子 偏偏平静生活遥不可及 这天消息传开 说她居然和一位蛇妖交往甚密 瞬间成了魔女的眼中钉 更离谱的是魔女心急火燎的要弄死他俩 居然只是因为她极度蛇妖的美貌 于是魔女精心策划 亲自设了个鸿门宴 把这对男女招呼过来 刚一见面魔女那叫一个热情 活脱脱像见了失散多年的老友 她满面笑容 忙不迭地夸奖蛇妖的美貌 甚至还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邀两人入座 多兰心里暗暗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碍于面子 还是坐了下来 接下来魔女趁着热闹气氛 频频举杯示意 甚至连带着夸赞多兰年轻有为 话里话外就是一副熟络模样 然而就在大家吃得正欢的时候 魔女的笑容突然诡异地僵住 下一秒多兰和塞丽娜就感觉头晕眼花 意识也开始模糊 这时她才明白自己中了魔女的圈套 两人不过几分钟就完全失去意识 醒来时尽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 满是诡异符文的地牢里 四周阴森恐怖 更糟糕的是塞丽娜已经被捆在手术台上 而魔女拿着一把手术刀 眼中充满了狂热的兴奋 仿佛早已迫不及待想要大谢八块 就在刀锋即将接触到塞丽娜肌肤的瞬间 魔女却突然停下 直觉告诉她有哪里不对 她回头一看 多兰竟然毫发无伤地挣脱了束缚 魔女一脸震惊地表示不可能 我用的可是咕噜绒皮 那可是锁灵之物 寻常人类根本挣不开 她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多兰绝非普通人 多兰冷笑一声 目光中透着鄙夷 看向那已经被鲜血染成黑色的魔法阵 带着一丝嘲讽到你这些年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只为了维持这副皮囊 真是令人作呕 魔女文言丝毫不以为耻 反倒一脸得意地炫耀 你以为我这一副精致的容颜是天生的吗 这可都是我辛苦采集的杰作 我的双腿来自瘦人 脸蛋则是精灵的 每一部分都是我从别人身上夺来的 多兰听后只觉得无比恶心 然而此时塞丽娜也终于醒了过来 她听到这些话 不由得震惊不已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 她根本无法想象有多少人曾像他们一样 被魔女哄骗至此 然后惨遭杀害 塞丽娜愤怒地质问到那些被你夺走容颜的人 他们难道都毫无价值吗 魔女冷笑一声 反驳到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在底层挣扎 为了活命不停消耗自己 如果他们不珍惜自己拥有的美貌 那我就代劳 好好利用这些资源 这时塞丽娜再也忍无可忍 脑海中浮现起之前那位管理官的警告 原来这个女人正是传闻中那个无恶不作的恶徒 她早就为这一天准备了应对之策 就在这时墙壁突然轰然炸裂 魔法学院的院长和爱丽丝从破口中冲了进来 怒视着魔女 魔女见到自己所有的阴谋曝光 顿时崩溃 昔日的高傲瞬间碎裂 她绝望的滴吼着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随即她双手一挥 施展出黑暗法术 意图做最后一搏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势 塞莉娜毫不畏惧 利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魔法技巧 与魔女展开激烈对抗 然而此时多兰却发现这个地方魔力流动异常 自己也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正当他们陷入苦战之际 多兰灵机一动 迅速在地面上画出两个魔法阵 一个用来防御 另一个用来攻击 然后她缓缓说到你这副美丽的皮囊 真的让你得到过满足吗 魔女文言 冷笑着回答我早已超越了凡人 我只需要你们的仰慕就够了 多兰文言怒不可遏 狠狠地斥责到你这所谓的美丽 是建立在无数无辜者的痛苦之上 这样的美不值得被尊崇 话音刚落 她双阵齐发 短短几秒钟内就把魔女彻底消灭 只留下一具干笔的尸体 战斗结束后 案件也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他们完成了任务 但塞丽娜和多兰暂时被安排收押等待调查 庆幸的是领主听闻此事后 专门为塞丽娜颁发了合法身份 象征着她可以正式成为这个王国的居民 塞丽娜自然欣喜若狂 终于能堂堂正正地在人类的城市生活 然而事情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简单 当她走在街道上时 周围人看着她扮人扮蛇的模样 纷纷露出惊恐的神情 这让她一度愣在原地 她没想到 人类对蛇妖的偏见竟如此深重 即使她已被王国认可 面对众人的异样眼光 塞丽娜只能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最终她和多兰决定返回村庄 继续平静地生活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一位神秘男子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她微笑着提议你不想来魔法学院学习吗 你在战斗中展现的魔法极为罕见 值得进一步探索 多兰沉思片刻 随后笑着摇了摇头 委婉地拒绝到村子里有太多事情需要我操心 实在分身乏术 但那名男子却不死心 鼓励她慢慢考虑清楚 甚至院长也表示你体内的力量若能用于正途 或许能造福更多人 虽然多兰没有立刻答应 但她心中默默记下了这次的提议 告别了众人后 她与赛利奈一起回到了那片属于他们的宁静之地 然而在遥远的森林深处 似乎有一股新的黑暗力量正在蠢蠢欲动 一大群魔兽正悄然聚集 似乎为下一场风暴拉开了帷幕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她重生后的美好愿望 竟然只是想悠闲地过点乡间小日子 养养猪重重地 可谁知老天爷偏不让她如愿 在好不容易搞定魔女之后 女骑士却又找上了门 原来是她听说最近森林里有野兽出没 刚好她手痒想去练练身手 话虽是这么说 但其实是由于最近村子里的猪都不敢去森林里吃果子 所以导致集体受了两斤半 作为村中的一员 女骑士觉得自己有必要守护猪猪们的安全 听到女骑士这么说 多兰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理由 于是她和村里人立马组织了一个临时调查小队 带上猪就朝森林里出发了 然而由于人数有限 大家只好分成两组 这样才能搜索到更多区域 就在他们分头行动的刹那出事了 一头离群的小猪眼神一闪 撒腿就往前跑 士兵追着猪跑得不亦乐乎 结果下一秒就撞见了魔物 士兵差点没吓得原地裂开 魔物威风凛凛地盯着她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 队长硬是从天而降就下了她 刚松一口气 危机还没完 队长突然遭到一只超大蜘蛛的突袭 这蜘蛛侠可不是友好版的 她体型巨大 毒液剑光极容 简直是硬核版的大魔王 队长惨叫一声便倒地不起 多兰剑此果断反手掏出能量剑 一个暴击直接将蜘蛛打懵 但发现蜘蛛没完全倒下 于是她拿出反手连招 配合队友轮番上阵 终于把蜘蛛彻底消灭 击败魔物后 大家开始察觉到不对劲 这些生物飞弹不是普通的魔物 而是魔界的侦察兵 此话溢出众人心头一礼 虽说这是最下等的魔子 但放在战斗力排行榜里 也是妥妥中阶玩家 难怪能把队长打成半血状态 在这场战斗后 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多兰的神迹 纷纷感叹真大佬 但多兰却只轻描淡写一句书上看来的 就将自己的真实实力巧妙掩盖过去 事后为了不引起恐慌 多兰让队友们对村民隐瞒魔族入侵的事实 只告诉他们森林里出现了些强悍魔物 尽管如此村里人还是被吓得不轻 毕竟队长可是铁打的汉子 连他都被魔物揍成这样 谁还敢轻视这事 就在众人一筹莫斩的时候 多兰坚定地表示 自己愿意深入森林一探究竟 可村里的魔导师一听 就跳出来唱反调 他一脸佛系地表示 这不过是大自然的法则 不用太当回事 听得众人一头雾水 只有多兰明白 魔导师屋这是在劝他别去冒险呢 然而多兰心里想 这些小打小闹 怎么可能吓退他这个神龙转世的人呢 为了不让村子继续受到威胁 他毅然决定前往森林 于是魔导师无奈之下同意 但要求他必须带上一个队友同行 以便互相照顾 原本女骑士热血沸腾地表示愿意陪同 结果因为身份特殊被强行拦下了 倒是女战士塞丽娜挺身而出 表示自己拥有魔眼能力 还会使用法术 是绝佳的探险伙伴 两人就这样组队成功 准备出发了 而在两人难得的独处时刻 表面镇定的多兰 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毕竟这次的冒险正中他下怀 可塞丽娜表面虽然冷静 但内心也对他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情愫 两人刚出发没多久 就遇到了女骑士 他一脸坚定表示村子既然是我家 我就不能放任不管 于是多兰无奈指的让他加入 不久后一只身形巨大的魔物朝他们扑来 三人分工合作将其消灭后 一颗蓝色光球从天而降 原来是一位妖精使者 妖精神色紧张地让他们赶快撤退 声称魔族已经开始全面进攻了 紧接着一批侦察翅后再次来袭 眼见他们步步逼近 多兰奋力战斗 然而魔物们不仅数量多 战术还一场狡猾 甚至趁着空隙对他进行偷袭 地坡 地坑 地址 地坏 精塏 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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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兰只得动用龙族力量 瞬间将手臂强化 用绝对的力量把敌人摁在地上捏爆 这场战斗之后 多兰意识到事情不妙 他们遇到的之后数量不正常 显然背后还有更强大的魔族势力 为了探查真相 他们开始向妖精打听魔族的信息 妖精却支支吾吾 众人见状立刻有所察觉 骑士翔举剑拼杀 却被多兰拦下 只见他将武器放在地上示意和平 果然放下武器后 周围出现了一群木精灵 显然这些精灵对他们有所考量 精灵族虽然感谢多兰一行拯救了精灵 但一想到这里是他们的领地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质问多兰为什么擅自闯入 多兰果断解释道 村子附近出现了罕见魔物 我们怀疑森林身处出了问题 所以前来调查 精灵听后皱了皱眉头 现在的森林的确非常危险 所以他让众人最好赶紧离开 说完就准备打发他们走人 但多兰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了问题 迅速意识到这绝非普通事件 他一边打量着精灵们凝重的神情 一边果断猜测 这一定和魔族有关 经过几番追问 多兰得知森林身处正在爆发一场战争 精灵族和魔族正短兵相接 处境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女骑士性格火爆的毛病又发了 他直接上前质问 精灵族能应付得了吗 魔族这么危险 你们有没有向王国汇报 话音刚落周围的精灵顿时哑口无言 毕竟面对的是魔族 一旦处理不当 不仅精灵村可能被毁 恐怕整个森林都会陷入灭绝危机 与其硬撑着不说 不如让多兰等人帮忙 毕竟刚才他们都看见了 女骑士那一刀干掉魔族的震撼场面 连蛇妖也一副亲近人类的模样 怎么看都不像坏人 于是精灵们的态度顿时软了下来 可多兰却突然语气凝重 魔族侦察兵出现在森林附近绝非偶然 这说明森林中很可能隐藏着通往魔界的大门 如果大门完全打开 强大的魔族将源源不断地降临这个世界 闻言精灵们心中一沉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多兰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为了以绝后患 必要使他宁可暴露自己的龙神之力 哪怕因此被村民们驱逐也在所不惜 精灵们终于被说服 愿意相信多兰一行人的善意 可就在他们决定合作的瞬间 森林深处突然爆发出一股滔天魔力 魔力直冲云霄 伴随着整个森林都在微微震战 多兰脸色顿时变了 看来魔界之门已经彻底打开 更糟糕的是魔族四骑士中的三位已经悄然降临 时间不等人 于是多兰立刻释放封魔法为众人提速 带着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朝精灵村方向赶去 一路上多兰详细说明了情况 魔族这次入侵并非随机 恐怕是为了拿到魔王想要的世界恩特殊 为此魔王派出三位得力干将 谁能更快夺取 就能更接近魔王的最高信任 而此时三个魔族正在商量作战计划 他们决定凡是看到的精灵全都杀无赦 而那位看起来甜美的红毛萝莉却有另外打算 他已经闻到了一股花香 让人忍不住想要好好疼爱一番 与此同时精灵村已经陷入绝境 魔族的全面进攻让村中的防线岌岌可危 普通精灵面对上级魔族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黑强威及时现身 他用藤蔓束缚住红色大嘴怪 这些藤蔓不仅能吸收魔血 还能汲取魔力 增强自己的力量 不过大嘴怪也不甘示弱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然而森林深处的精灵们仍然被围困得喘不过气 村子的西北入口也已被魔族团团为主 剑撞多兰使出大范围攻击 从天而降的剑士宇将魔椅逐个灭掉 女骑士和塞丽娜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 而精灵首领开天辟地 从树林中开出一条通道 方便士兵们迅速赶往村子 为了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多兰果断掏出魔精石地给女骑士和塞丽娜 吩咐他们释放出最强的魔法 下一秒女骑士释放出一股狂暴的龙卷风 将北陆的魔族扫成一片废墟 塞丽娜也不甘示弱 召唤大帝精灵制造出尖刺 将南陆的敌人彻底碾压 剑撞多兰积蓄魔力 释放了一记轰天爆裂 将中路的魔族一扫而空 见识到几人的强大后 精灵族首领终于放下了戒备 然而这并未让战局扭转 与此同时被束缚的大嘴怪正在接受审判 黑强威怒斥他毁坏了那么多花花草草 还夺走了森林里其他居民的生命 简直是罪孽深重 而大嘴怪却仍在嘴硬 在他看来弱者的存在才是罪孽 自己只不过是帮了他们一把 黑强威不怒反笑 既然如此的话 大嘴怪的罪恶就又要多加一条了 那就是比自己弱 所以更该死 就在黑强威准备处决他时 另一个更棘手的敌人出现了 红毛萝莉是上级魔族之一 同时也是魔族四骑士中的一员 看到对方有同伙 黑强威也打算召唤出森林中的花花草草一起作战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红毛萝莉居然能轻而易举地让藤万枯萎成灰 并挑衅道 花草只为强者绽放 而你这弱者只配凋零 黑强威震怒 怒吼着发起反击 但红毛萝莉并非普通魔族 它的本体竟是魔界大王花 这种生物靠吸取生命精华生存 将所有周围的生灵视为粮食 黑强威的藤万攻击一靠近他 就立刻枯萎的不成样子 然而黑强威却并未气馁 他使出全力将所有魔力集中到一根藤万上使劲朝红毛刺了过去 红毛冷笑着抬手 反手掀起一片枯萎风暴 最终藤万擦身而过 但还是擦破了红毛的一点点脸皮 一时间红毛怒不可遏 黑强威虽竭力防守却难以招架 就在此时大嘴怪突然冷不丁地偷袭黑强威 虽然被挡住 但黑强威分心之际 红毛的攻击已然命中 黑强威被一脚踢飞 他挣扎着起身 却有了一个恐怖的发现 自己的魔力居然全部吸走了 就在黑强威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时 一个巨大的光球从天而降并砸在了几人面前 等烟雾散去众人定睛一看 不由地愣住了 你 你应该